彰化县分圆乡文德国小 为了让小朋友有机会练习英语 在暑假期间迎来七位海外华裔青年 为小朋友提供英语教学服务 让学生们可以在全英语的环境中 勇敢开口说英语提升语言能力 他们都是用英语讲啊 你们可能一开始听不太懂 怎么去慢慢介绍呢 就是我就会用笔的 所以你可以听口看来讲什么吗 可以 讲的部分你比较不要紧 对 会自己认真说出来吗 会 今年几年级 我今年三年级 十年级哦 十三个歌词的话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那你朋友不要跟他回应 会啊 会啊 那你这几天你觉得三课是什么样 我觉得三课很不错 刚好这一次教育部跟那个老委会的部分 他有海外华裔青年的英语服务仪 他对小朋友等于说他可以接触到 国际教育的拓展他的一个国际视野 那我觉得对小朋友的帮助非常的大 尤其让他知道说 世界有这么宽阔的 不一样的一个学习体验 那他会增加他想要学习英语 然后使用英语的一个信心这样子 这次来到文德国小的海外华裔青年 不是从小出国就是在外国出生长大 对于台湾这块土地有着陌生又熟悉的感情 这次到台湾就是希望可以提供小朋友 一个勇敢开口说英语的机会 很多都像会有点怕讲英文 因为他们都是在讲中文的 所以我们来这里会讲英文的 然后一直就跟他们讲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 然后就比较开心 我觉得台湾的英语环境跟美国比起来 你觉得哪需要加强的 应该就是需要再讲多一点 因为他们在这里大家都在讲中文 所以再多讲英文就会 大家都会变比较好 然后就变比较强 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一开始 当然都会比较 因为都是全英语的部分 所以他会比较害怕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那个情境 尤其这一批的学生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活泼 那小朋友跟他 就有点像大哥哥这样跟他互动 那他就自然而然 他就不会那么害怕 其实小朋友一开始就是 等于说都是比较羞涩 不管是跟墨星人在一起都比较羞涩 但是熟了之后 其实就很 就是说他的本性就是很开心 玩乐就会开始 尤其这一批的学生 真的是也很会带 那让小朋友有很好的一个学习体验这样子 国际青年住校的深度英语活动 可以拓展学生国际语言能力 也让学生由在地的观点 了解全球文化 培养多元文化国际观 公益频道黄诗婷 分源采访报道